大家好,华旦虾仁是一道很有特色的地方美食,过年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华旦虾仁的家常做法,华嫩鲜香老少街一好看又好吃,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,你一定能够学会,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,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吧。 首先准备虾仁100克,最好是选择比较大个的虾仁,这样做出来菜品看着有档次,准备五个鸡蛋,鸡蛋在食用之前,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表壳清洗干净,放入一个比较大的盆中,放入适量的盐,然后倒入温水,先浸泡上,通过浸泡这样能够将鸡蛋表皮清洗得很干净。 接下来处理虾仁,一定要把虾馅处理干净,要不然吃着灰芽疼,我今天买的是开背虾仁,不过里面还有一些没有开背的,一定用刀片开,这样做出来成型好看。 而且腌制的时候很容易入味,把处理好的虾仁倒入清水中清洗干净。 虾仁切记不要浸泡,会失去很多的香味,只要简单清洗即可,捞出一定要把水分挤干。 接着准备一个小碗放入10克的玉米淀粉,然后用水先浸泡上,这就是水淀粉,炒滑蛋虾仁必须放入。 目的是让口感吃起来更加的滑嫩,用勺子搅拌均匀先放一旁。 接着把挤干水分的虾仁放入厨房纸巾或者是干净的毛巾中。 把水分一定要粘干一点,这个目的是让虾仁在腌制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入味,上粉的时候不易脱粉,然后放入盆中腌制底味,放入适量的盐,少许的胡椒粉,适量的料酒去腥,少许的香油增加香味。 用手慢慢地抓拌均匀,抓拌至看不见汁水虾仁表面起黏,放入少许的玉米淀粉,抓拌均匀锁住水分,通过这样的腌制虾仁口感吃起来鲜嫩Q弹。 抓拌均匀后先放一旁,小葱几根清洗干净切成葱花,增加香味又搭配颜色,也可以用蒜黄或者是酒黄提味,效果也非常的不错。 切好后放入碗中,鸡蛋通过10分钟的浸泡,可以看一下稍微清洗一下,表面这些脏的物质就能够很好地清洗干净,清洗干净后捞出控干水分。 接着准备一个比较大点的碗,把鸡蛋一个一个地打入碗中,放入适量的盐,少许胡椒粉,加入料酒,少许的白醋去腥,最后倒入提前和好的淀粉水,然后用筷子慢慢地搅拌均匀, 有条件地可以再放入一些牛奶,口感和营养都会更好一点。 搅拌至鸡蛋冒泡就可以了,食材准备好后,起锅烧水,先来汆烫虾仁,水开后关中小火,下入腌好的虾仁,最好是像这样一个一个地放入锅中,这样成形好看,不易粘连。 全部下完后,先静止五秒钟让虾仁定型,再用勺子稍微推动下,让其受热均匀,汆烫的时间不要太长,要不然口感吃着不鲜嫩。 开火后汆烫十秒钟即可捞出,控干多余的水分,然后倒入蛋液中,用筷子稍微搅动下,另起锅把锅烧干烧至锅底发白冒烟,放入少许的植物油,一定要把锅润透,这个时候才不会粘锅。 盛出多余的油,先放一旁,再放入少许的粮油,做这个菜火,切记不要太大,油温不要烧得太高,大概一百度,然后把鸡蛋和虾仁倒入锅中,用勺子或者是锅铲像这样转圈,慢慢地推动。 这时候的火,一定要开到中小火,这一步保持中小火,大概需要一分半钟左右。 切记不要用勺子来回不停地推动,那样炒出的鸡蛋会非常的碎,锅中的鸡蛋液稍微定型后,这时候把火关掉利用锅中的余温,再用勺子慢慢地推动,这样炒出来鸡蛋口感始终又滑又嫩,鸡蛋液完全定型后,洒入小葱花,稍微翻动两下即可出锅,装入盘中,如果适用酒黄或者是蒜黄,需在炒制的时候就放入锅中。 哇,这颜色看着就非常的鲜亮又食欲,尤其是小孩和女士特别喜欢吃。 清淡又不失营养,做法非常的简单,这样一道,简单加肠鲜嫩爽滑,营养又美味的滑蛋虾仁就做好了。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,感谢大家的支持,我们明天再见。